各位朋友大家好 总是有很多网友 想看我车内的详细的一个布局 还有这个配置 还有这个整体的一个样子 其实我已经拍过一次了 很早以前 但是因为很多 因为视频很多了 大家可能没有往前翻 那么今天正好我回家已经几天了 重新再给大家拍一下 这次说的再详细一点 我的车呢 车内空间就是这个样子 进来以后 我这个车没有中门 只有一个驾驶车的门 和副驾驶车的门 那么其实我这个车 是没有副驾驶的 我是说这个方位 然后我的这个中控 在这个位置 非常简单的一排 机械式的 我们又搞那种麻烦的什么 什么触摸呀 什么什么那种 屏幕呀那种 我觉得没有必要 越简单越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鞋柜 鞋柜 然后这里呢 是我家装的这个灯 就是 头顶有一个灯 以后大家能看到 还有这个家装的这个行车空调的这个开关 然后这边有一个库人计 这边有一个库人计 库人计非常重要了 对房车来说最好是装上 它能够实时的显示你的这个 车内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使用情况 包括充电啊放电啊都能显示 然后我在这里的放了一个垃圾箱 以前我的垃圾箱是那种敞开式的啊 特别的麻烦啊 我这次吸取教训 整了一个有盖的 因为它开的过程中经常经常会翻出来啊 里面的脏东西会倒出来 那么有个盖以后就好多了啊 就不会就算倒了 它也不会不会漏出来啊 然后呢 往后看啊 就是就是我的这个 驾驶室的车顶部分 这是一个行车空调 行车空调风力还是很强劲的啊 可以加温速度也非常快 我车上是两个新车发电机 然后还有一个行车空调啊 是可以安装的啊 说不能安装那是扯淡啊 绝对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空调这个位置呢 还做了灯啊 做了一个灯照明用 有时候我会开啊 但是一般我不会开它 然后这边呢 就是橱柜啊 就是这个吊柜啊 吊柜啊 一二三 然后这边啊 还有一个两个 三个啊 那么吊柜呢 是足够我用了啊 我根本就无需在因为这个吊柜空间着急啊 包括放两人的衣服都没有问题 当然了 全条件是你不能说跟家里一样啊 什么都什么你都戴上啊 当然要戴那种比较好 好整理的啊 比较好洗的那种 然后这个上面呢 是一个双向的排气扇啊 双向排气扇 也带照明功能啊 没有满了 没有配那种大个的啊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东西它也会进土的 进灰的啊 太大也也 一个是不好 不好打理 一个是它进灰多 另外呢 还有个安全隐患 如果太大的话呢 一些一些所谓的贼人 可能会通过这个地方进来啊 所以没有考虑 用大的这种排气扇啊 用一个小一点的 也很好用啊 它这个 你只要把它打开 然后把两侧窗户开开 这个通风就是非常非常顺畅的 然后车里也不会热啊 然后就是我的这个 我的客厅的位置啊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自己定制的一个桌子啊 了解我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桌打开以后是个显示器 然后我没有要这个卡座啊 因为我 我这个车当时在定底盘的时候 合格阵上就写的是三座啊 因为我知道房子上面能如果能多了 那是那是受罪啊 所以我 我很实际啊 没有要那么多座 就是就是两个正座 带安全带的啊 加上司机座 一共三座 然后做成了一个 所谓的L型吧 L型 这个座位的舒适度是可以的啊 这个座位舒适度就差一点 不过好在他行车的时候 他是不做人的 主要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啊 会 会在那里坐 或者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啊 下雨天吃饭的时候 或天气不好的时候 在车里面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这边的这个 要说一说这个橱柜了啊 我这个橱柜很长 应该有两米多啊 两米一左右 我可以说我的橱柜 应该是目前所有房子里面最长的啊 如果你的橱柜比我长呢 咱们可以PK一下啊 首先他这个车 为什么能做这么长橱柜呢 就是他没有中门啊 等于说这个空间 本来这个地方是中门的啊 一般的B型车这样都是中门 他没有中门以后呢 他就可以把橱柜锁锁得很长 然后我也没有要所谓的这个副驾驶啊 副驾驶如果是有座椅的话 应该在这个位置啊 他会占据差不多一米左右空间啊 得不偿失啊 我也没有必要要副驾驶 本身副驾驶的座椅也不是很舒服啊 所以我就把这空间完全利用上了啊 这个橱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我强调两遍 因为你在房车上称火 这个橱柜长啊 好处太多了啊 以后大家 往下房车自己就能够体会到 有一个长的橱柜 用起来会更顺手啊 不管你是在车里面做饭 还是放东西 还是干点别的事情 或者说你长期旅居 有一个长的橱柜 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因为他不但有橱柜 上面可以放东西 他下面也是可以放东西的啊 这样的话呢 用起来得心应手啊 橱柜呢 一个是长度 一个就是我放了这个 两个这个 双眼罩啊 这是我的这个液花器罩啊 我在下面就是我的这个 液花器所在的地方啊 放了液花器罩 然后有一个小的水槽啊 小水槽 是也是冷热水可以用的 但基本上没用过热水 偶尔用会用一点啊 然后这是我装的这个 家用的这个南气热水器啊 很好用啊 很好用 不要听厂长给你说什么危险呀 什么不好用啊 我那都是扯淡啊 经济实用 而且非常好用 呃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也是我必备的 配置就是这个 我这个小沥变器啊 离不开的 也是我车上用处最大的一个电器了 啊 因为它可以供应我 至少可以供应 150瓦以内的这个电力 啊 150瓦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啊 你看我最近又买了一个 那个 呃 就是那个隔水炖钟啊 隔水炖钟 我很喜欢 用来煲汤啊 用来做鸡蛋羹都特别好 那个 我故意买的120瓦 因为它用它可以带动起来 还有这个酸奶机什么的 嗯 都可以带动起来 所以这个 这个小沥变器是非常好用的 呃 这是前面这一部分啊 就是我 我这个前面这一部分 然后 然后我的这个地面呢 就是普通的地板格啊 为什么不考虑用地板呢 木地板呢 因为它 溅水以后 它会发胀啊 呃 所谓的防水地板 木地板 我觉得也 还是不如这个啊 简单实用啊 只要它没有味道就OK 啊 然后这是 我的天花板很简单 就是一块木 就是一块板子啊 没有什么那夹不倒的装饰 什么 灯带啊 什么都没有啊 简单实用 这两个灯打起来会非常的亮啊 有点脏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做清洁 整个车会非常亮 一般我不会开这个灯 因为太亮啊 太亮 一般我就开一个 顶多就开一个这个灯啊 就把这个灯开开 或者就开一个 那个小的这个阅读灯啊 就OK了啊 不会开太多 然后这是我的这个冰箱啊 这个冰箱呢 还可以 还是蛮好用的啊 呃 动静呢 怎么说呢 你习惯也就好了啊 不说有特别大的动静啊 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把它关掉啊 不会开它 因为睡觉的时候开它也没有太大必要啊 尤其是像我这样做候鸟的啊 不会去那种特别热的地方啊 晚上都能很舒服的睡觉的地方就更不开它了 一个是省电另外一个呢也安静啊 不过我自己也试过 开着它睡觉 我也没问题啊 因为已经适应啊 这个就是冰箱这一块啊 这是一个直流冰箱啊 24V的直流冰箱 价位不算太高啊 289这个样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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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